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凌威老师 欢迎收看凌威说文解字第32篇 还有各位观众 然后今天要讲解的文章蛮有趣的 reduce reduce reuse 通常第三个字是什么 你还听过三R吗 reduce reuse recycle 不过他今天用到一个字叫mastigate 那当然我也没看过这个字 我去查了一下字典 它是咀嚼 咀嚼就像是choo 对不对 munch是大口咬 choo是咀嚼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文章 之前呢来先各位报告 APP的动态 APP动态现在还是每天讲解说文解字 然后还没有播出很多时间来讲 那个做一些文法的整理 譬如说我在里面 AP里面有个英文杂志部分嘛 会放一些图片式的文法解析 因为现在时间呢 我分配到一些Facebook上面的更新啦 还有放到Pixnet 皮克邦里面的部落格文章 那里面有西语跟法语的 欢迎各位同学参考 好我再说一遍 第二个重点呢 希望未来五到十年内成为一个知识团队 那大家那个互相集结资讯 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但我觉得交了19年的书应该可以学生 从未来五到十年成为中间分子 透过的APP 透过我的Facebook跟我的Pixnet 可以把知识力量集结起来 那大家呢共同出些小小的费用 每个月或每一年出些费用 然后呢买一些资讯共享 那这样成为一个知识团队 我答案很简单 你看有些人玩了游戏会互相借 手机会借完 可是大家知识却不共享 那我们觉得这太可惜了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东西 就像出租中心 专门在大家互相租界是知识 让你增长智慧的 就只有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后盾 就是curiosity 好奇 就像美国登陆火星那个好奇号一样 好 废话不说 我们进入文章讲解 it is depressing to think how much food packaging there is in your kitchen right now 对啊 有时候蛮令人失望的 就光买个东西 怎么包装的东西这么多啊 depress 沮丧 现在我们台全世界经济 还没到depress这个地步 我看你们在depression 他可以指的是大萧条 那我们现在是在衰退了 衰退呢 在英文专门用词叫recession 哦 我没有出现这个字 我放在这里 recession 你们看到经济不景气 我们现在在衰退状态 但好像不景气 他们用的是depression 他说为什么令人沮丧啊 想想看我们这个家里 有多少的食物包装用品啊 那回收都是这些东西 all the juice cartons 那这个果汁盒 我们家比较没有买果汁 water bottle 水瓶 纸盒的倒还好 askin container 冰淇淋的那个容器 尤其台湾根本是都是保利龙的 what if 这个是你要必备的句型 它是接个完整的纸句 再加个问号 what if 在英文是万一 what if you could eat then 如果可以把它们吃掉 好哈 we've got to package in the same way nature dust 我们要以后把东西包装呢 用大自然做的方式 这边叫in the same way 是用同样的方法 后面省略了how nature dust 大自然一样的做法 从后面最美国的科技是厉害 says howard bioengineer named david edwards 我觉得这台湾就做的不好 因为台湾买的电气用品里面 还是很多保利龙 还有bubble pad ding dingING 那个东西呀 再加上那个 schodg 一些的那个 塑胶�instatically 不管你怎么讲 这都是破坏环境的 难怪台湾呐被人家诟病 可是台湾好像没有再改善 因为没有人管这些事情 政府没有制定方法 恩OK 我们来我下面看 so it devised away 所以这个device 来就一个单证 叫device device device这张名字装置 动词叫设计 所以这边很抱歉 并不是装置的意思 设计一个方法 to convert foods into shell-like container 它就转换了食物 这个字各位值得查 convert means conversion 爱用的这一词是to 转换成像壳装的那种 反正就是有容器形状的 and films 然后这个 films我倒觉得很奇怪 它是影片底片 片状型的吗 he calls wiki cell yogurt can be encased in a strawberry pouch 他说yogurt呢 就可以不用装盒的方式 因为case可以当盒子 像我在看很多的文章 才知道那个飞机的黑盒子 它叫black case 不是black box 在那个草莓的那个容器里面 这个pouch就是育儿袋 就是那种小袋子 那大家对吧 草莓是草莓材质的 举例来说 you could wash and eat the packaging 你可以同时吃这个包装纸的部分 like a skin of an apple 就像苹果的皮一样 or you could toss it 你可以丢掉like a peel of an orange 像是柳丁皮 since it is biodegradable 它是生物可分解的 这个字就是一个基本单字了 biodegradable 好 我看我们出现这个字 有啊 生物可分解的 还好我之前有很认真的去做这个单字整理 有人问我说 奇怪 李文老师怎么一打字就出来了 全部每个字都自己输入的 我大概输入了三四千个吧 好 说the newly wrapped ice cream 这个新包装好的冰淇淋 and yogurt will be available later this month 哇很快就可以上市呢 在这个lab store in Paris 哇在巴黎就开始那个实验室店就开始出来了 with juice and tea coming within two a next year or two 那有果汁的容器跟茶的容器呢 在两年后就出现了 所以可不可以发现到 这个创新是唯一的路 台湾也是要加油的 好 那一样今天呢 好像又 昨天有一个学生告诉我 他又捐了四百块钱 为我的明年铺路 好感动 好感动 有些学生这样支持我 不然李文老师真不晓得 怎么一个动力往前走下去 有时候教学呢 谁没有挫折的呢 就像我在放facebook上 有一部听到一个电影叫detachment 那我就觉得 有点反映一下我们心中的心声 他叫人间诗格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不过诗是老师的诗 没有实现老师呢 就把自己的情绪给解离了 因为对全身情绪的付出越多 受伤越大 你们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子呢 学生会得到最好的教育吗 好像对这个兴趣的人并没有 除了老师本身自己 所以还是鼓励你 如果你有听李文老师固定讲解 等到你有这位手机 或者在电脑上看到李文老师课程 请你想到认捐四百块钱 谢谢您 为长远的这个教育计划 铺路帮助更多的人 大家互相帮忙嘛 小型知识圈 大型知识圈 空中在此相会 拜拜